六,重電股已經漲那麼多 但我還有看到一些低基期的個股 還能夠追嗎? 好的,我想重電相關個股 包含像華盛、中興電、市電、亞利、大亞 其實都已經噴很遠了 但是我們今天節目會特別跟大家分享 一檔還在相對低位階 沒有漲那麼遠的重電相關股票 還有520行情、軍工、重電 還有誰是我們值得留意的呢? 大家好,歡迎來到財經集中 我是愛麗絲 我是李歐 老師,重電股現在已經漲很多了 而且漲了好幾波,現在還能夠追嗎? 沒錯,我想很多投資朋友看到相關的重電個股 一噴再噴啊 沒錯 漲到匪夷所思,無以復加地步而 想要買,又害怕它往下跌 但是不買,看它又一直漲 害怕後悔 怎麼辦呢?害怕錯過 首先我們要知道 為什麼台灣這些重電類股 政府會這麼的強勁 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政府 他做一個計劃 叫做強刃電網計劃 所以強勁電網計劃這個單子訂單很大 上千億的訂單 他不會給國外的廠商嘛 一定是for台灣的廠商 自己人,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所以你看到北部 好,這個圖面上的 北區一旗的變電所 哇,有四個 那我們看到北區二旗,有沒有 那再來呢 中區也有一旗 南區一旗 所以你看到整個變電所 北、中、南全部都在進行當中 所以所需要的相關的重電設備 是非常非常龐大的嘛 而且這個時程它是很明確的 嗯 這些廠商他不會被政府欠款吧 政府不會欠他錢啊 不會啦 對啊,所以包含你看到 里岸風電 我們有這個風力發電在彰化外海 這個風場 我們這個 如果有開車經過我們的西岸的話 你會發現 哇,怎麼越來越多的竹心亭 就是樹立在這個外海 而且這個非常非常的多 好,那整個 台灣的西部啊 到最後面可能會高達600隻 甚至700隻的一個 竹心亭都是架在我們的外海 那我們就需要很多的電線電燃 很多的變電所 很多的重電設備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所以相關的社會概念個股 它就是隨著這個時間的經過 設備出貨 那業績不斷的往上提升 那股價也就是跟著水漲船高 好,那這是我們受惠政府的政策直接帶動 所以你看到重電相關指標 華城今天公漲停 市電漲停嘛 中心電大雅很多啊 這些相關個股都已經漲非常非常多的 沒錯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今天幾號 今天是4月12號嘛 對不對 那距離520 還有將近一個多月的時間 一個多月的時間 已經非常非常靠近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樣子的股票 下面這個 成交量大量密集區 華城 從30塊 左右 一路起漲 好 那最近起200天 它是從100塊起漲 那現在來到多少 946塊漲停板 還要跨千元 不是啊 你的成本 跟別人的這個大戶成本 相差了800塊錢 沒錯 那你還要在這時候去追嗎 中心電從40塊漲到212塊 是不是也差很遠 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雅力 從20塊漲到168塊 大戶的成本都是230塊 那市電呢 大戶成本大概是在100 110 120 好 現在漲到358塊 供漲停板 好 334塊供漲停板 那包含像 這個 漲得比較少的啦 我這樣掃描過一遍 其實大同 嗯 它市長少的哦 它從大戶成本在35塊 今天大漲 好 今天收盤的時候60 60.5元 最高是61.7 供漲停 但是尾盤稍要 打回來一些些 是 所以我想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買重店族群啊 大同這檔股票 算是漲得比較少的 可能還能追的嘛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對 但是我個人來講 我不會去追這樣子 就是重店相關的股票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在 總統520就職的前後 這個重店跟軍工會先一波高潮 對 因為軍工 是政府的政策之一沒有錯 可是台灣的軍工概念股 它是屬於題材型的 什麼叫題材型的 就是說它的營收入賬 它是屬於專案 好這個案子結束之後 進來後面就不一定有持續性的收入 所以倚靠的是題材 那重店它的收入是持續性的沒有錯 但是股價它已經漲非常非常遠了 現在已經在反映2025 甚至反映2026年去的一個業績了 可是呢 相較之下 生計也是政府重視的 但是過去一整年生計股幾乎都沒什麼漲到 它有機會 對 520有機會表現以外 7月份在南港展覽館還有一個亞洲生計大展 所以我想生計股就是除了如果你不敢買重店 那也不想買軍工的話 我想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族群 對 好的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做個參考 感謝利歐分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財經資訊 記得加入Line App還有Telegram 另外別忘了訂閱利歐的個人頻道 我們才來定期營喔 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同學同學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說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訂閱留言跟我一起輕鬆理財